嘿,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酸 我已經把我們這次這個賽季四張可以進化的卡牌全部都進化完了 那這四張花了3290的禮包 黃之戰爭應該說Supercell懂得賺錢 所以我們這一波就直接把我們卡等直接升到進化 那今天我想要玩的就是上次在影片中有推測做一個 速轉進化皇家巨人的卡組 其實我在測試中的感覺呢,它的輪轉速度其實是很快的 所以就更特地使用這樣的卡組優勢來進行這個速轉 那你看我剛那波進攻完,然後下一波防守 然後又輪到我的進攻輪次,我手上已經拿到了這個進化皇家巨人了 所以可以直接這個果斷的再反打一波 然後這邊第一次好像捏著看一下對方有沒有建築物 然後我們蠻驚訝的,對方是帶著這個果凍怪跟大皮卡 好,這裡稍微下慢了,就稍微拉著 好,那個大皮卡我們往左邊拉 對方這個有時候小閃會全吃 所以千萬不可以跟篇幅下在一起 好,這波是暗然無恙 然後我們這裡又濃到一堆生物下來 所以又可以再進行一波反打 好,對方那個水費,整體水費偏高啦 好,那這樣左塔輕鬆太大 其實皇家巨人,尤其是這套速轉型的皇家巨人 在拿掉一塔之後這個 整體進攻優勢跟節奏又更高了一些 因為這個衝路出,基本上 不管有沒有建築物啊 帶上一個地震,基本上也是清潔溜溜 好,我們左邊賣一點血 然後看看有沒有進攻機會 那他這裡 左邊下一個女巫一樣 這個 蠻特別的卡組 所以 這波我想說打得小心一點 我們這裡看看 他要玩什麼 進攻流 好,因為我這裡整體對攻其實蠻辛苦的 所以我就算了 放了,守不住了 直接右邊進攻 然後趕快轉出一個快遞 好,這裡主塔有點小危險啊 好,這波清完之後 看起來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然後 這個剛剛 右邊的皇巨呢 就也把對手的右塔給拆了 這個速裝皇巨的優勢還是很猛的 所以 我現在除了皇巨之外 我確實還沒有玩過其他卡牌 然後 呃,之前 比較沒有動力去升 升級 應該說爬星版天梯 然後 所以我這個 呃,整體聯盟賽的等級呢 我其實確實爬了很久 已經爬了兩天了 每天都花了好多時間 看起來要上去那個 最高級還要花一點 心力啊 但至少這一套 目前我覺得打起來挺順挺順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快遞抓著 好,對方能下了一個箭魚 箭魚刺客 好,因為最 右邊是 這個 呃,女皇 那我想說我這邊 反路打開一看 想不到他這個有 放了 兩張 這個AOE 單體傷害高的單位 所以 沒有換到太多優勢啦 我想說 女皇在另外一路 左邊的 皇巨可能有更好的輸出機會 這裡帶了蝙蝠 這裡 快遞要趕快 漏了一隻 沒有處理好 右邊這個血量 打的有點多 好 然後 骷髏兵可能會被小魯士蘭就算了 如果被小魯士蘭的話 我們黃巨 配蝙蝠可以考慮打一波 還行 那我們再跳一個 這個 治癒 精靈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效果蠻不錯的 就是 近身手 有 進化黃巨的單位 又會受到 他這個 衝擊波的傷害 然後 我們手上 因為有帶一個 一費的 治療精靈 所以其實可以輸出的傷害 是蠻高的 我們要招出煙火射手 然後這裡 用快遞來解 沒有毛病 我們這邊 嘗試打一個 城底的黃巨 就把他拉過來 因為他這邊帶了工程炸彈人 所以 我這裡還是想說 拉一下好了 但想不到 被打到了 但這裡不錯 有吃到 對方的 蝙蝠 然後我們這裡是 兩隻黃鴨巨人 這個輸出非常可光 這就是速轉黃巨 濃起來 可以打到一波的傷害 這邊奇秒 對方應該無力回天啦 2 1 耶 剛剛這個 一波 直接兩隻黃巨把對方頂爆 這波其實還蠻暴力的 好 下一場 目前用上套玩起來感覺就是很順 真的很順 所以我覺得 OK 想要試看看這套可以走到極限在哪邊 帶火法 就想不太到了 這時候 還蠻少見的確實 這個 沒有解好 我們用快遞來採火法 剛剛還是想說 留下來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但因為有帶喬夫爾卡組 最近天梯環境上其實看到很多氣球 我們用骷髏 然後搭配個建築 我現在 這個版本的牢籠 尤其是硬漢 它的出手速度其實是很慢的 所以 沒有黃金位這件事情啦 就是下來黃金點位還是得要吃到一劑 野豬的傷害 好 彈射 還行 欸 哎呀 沒卡好 可惜啦 這邊我們 傷害沒有打出來 不然這波其實進攻優勢會更有 但現在 黃巨的 進化黃巨自帶的健身傷害呢 也是噴出了兩下 就這樣一波一波的消耗對手 可以看對方有 進入野蠻人 又有 野蠻人 跑太快了 又讓他 垂到一下 還可以我們目前 目前 不然是水量還是血量都還是小有優勢 這邊對手來進行一些 進波 互換 7 9 再考慮要不要在橋頭偷射她的公主 想想還是算了 還好 這個 我們的猶豫救了我們一命 糟糕 我剛剛有沒有想要用 哇 這裡竟然被他 冰凍 我剛剛有沒有想要用 這個 治癒精靈去把我的 衛隊 應該說是 快遞 把他奶起來 那就失敗了 這波有點危險啊 剛剛 被強制冰凍之後我現在有點節奏亂掉 59滴 16秒 還有一拚的機會 但這裡要交出一個 地震 確實 確實有點浪費 拉過來 踩下去 但可以看到對方其實是沒有法術的 他的整體單位偏高 所以我可以利用煙火射手的優勢 就是 剛說 這個有劍雨啦 但是沒有這種 直接傷害型的法術 所以劍雨是耗不死我的 好 這波是進化黃巨 傷害不錯 蠻高的 蠻高的 一樣煙火射手 沉底 好 快遞看可不可以踩公主 來 牢籠先拉著 可以 可以 這波下去 庫羅賓來解 然後我們黃巨中間 傷害給 好 這波他的冰凍算是失誤 拉起來 來 這個地震法座其實在兩次差不多 但我們這個速轉 黃巨的優勢就是轉得非常之快 直接 又再一次 的進攻 轉了 幾個單位 就能再主持下一輪的進攻了 這個 玩起來的感覺還是挺不錯 來我們再 再來一把吧 野豬 這裡如果被小閃就 算了 好沒關係 我們 兩下還可以接受 主持一波進攻 好這波換掉沒東西 對方是 野豬 然後又帶了地獄塔 這種防守型的 但因為我們有帶地震法術 所以 等到聖水加倍的時候 進攻會是一個比較好的 選擇 選擇 我們現在這波裡 就 前期就先跟對方耗一下 野豬來就牢籠做解 但我還要看一下他的法術是 什麼樣的 快遞 鑑魚 一樣 鑑魚的這個出場率其實還蠻高的 好 又被女皇射了兩下 但沒關係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這裡如果野豬來就下牢籠 但滿費了 我就選擇先沉底 等一下 這個有引到對方野豬 其實對我來說 這一波是一個很好的 進攻機會 然後就可以 卡一下位置 結果卡到自己人 誤傷友軍 野火射手下 然後蝙蝠下 直接走中間 好 我還是下個地震法術 我想要確保我這一波的 輸出傷害是有的 好 然後我們這裡就 繼續精靈跟 一費骷髏全下 對方 這個鑑魚出去 那這一波自帶的 建設傷害呢 把對方的刀割也清空了 好 直接一波打回來 我想要直接再接中路 再一隻皇家巨人了 因為這裡就可以扛傷害 給對手更大壓力 因為如果左塔真的被打掉 就算了 我中路開局呢 其實已經有很大的優勢 就我不太 不會太怕拼二塔 沒事就再多轉個一些 這個小廢生物來 然後想不到我們的皇家巨人又來了 非常之可怕 非常之討厭 來給他撞一下 然後這個 後面來的冰痘痘呢 這個補給成功 來 再一個地震法術 然後直接採一個快遞 拉牢籠 有沒有問題啊 15秒的時間 然後再一次 把對方的 小皮給拉走 這裡 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這就是 速轉皇家巨人的卡組優勢 然後尤其是進化 之前這套其實就有介紹過了 但 這一波帶上了進化的 皇家巨人呢 更可怕更可怕 推薦大家來使用看看 然後我也會來實測看 可以爬到多少 掰掰 OK